2017年还剩最后两天 30 31号 那我的爸爸妈妈从来没有去过美国 现在是30号的早上7点多钟 现在我们一家六口开车从温哥华去西雅图 准备出发 现在我们到了加拿大跟美国的边境 这个边境的入口叫做和平门 又叫金拱门 就乱讲的 为什么这个地方叫和平拱门呢? 左边这个白色的就是和平拱门 好了 现在我们就踏踏实排队就好了 对于我们六个人来讲 我儿子是加拿大的护照 然后另外的五位都是我们都是中国人 我们都是中国护照 那边就是美国的土地了 对于车后的我爸我妈来讲 是两位从来没有登上美国土地的中国公民 第一次 我给你讲有拒绝的可能 拒绝了我们就回去吃中饭去了 他签了不会吧 调一下他们胃口 老爸老妈前面就是那边就是美国 老妈你好激动的吧 你好激动的吧 高兴了 老爸你激动不了 不 全世界都已经没去了 那你到底是激动是不激动了 挺低调的 平静的很 我们在过关的这个小黑屋里边呢 大概停留了四五十分钟 终于上到老爸老妈这是美国了啊 阿川真的很严格 我觉得不行 我觉得其实还OK 现在我们是在华盛顿州老爸老妈 这是一个州西雅图在华盛顿州的大概中间的位置 就跟湖南的长沙差不多 老妈你现在就在美国了 在这美国了 有什么感觉呢 好像我讲的大概差不多了 老爸你什么感觉啊 直到中国移动外交部 祝您平安 请遵守美国法律 房屋里建造风格也确实完全不一样 现在天气非常的晴朗 大概还有十分钟就到了 我们到西雅图的第一站呢 现在是快到中午了 第一站我选择了一个叫做Gas Works Park 你要翻成中文呢 就是气体在工作的一个工友 这个地方是说景色挺独特的 倒是偷偷味 这是我们西雅图的第一站 这个地方叫做Gas Works Park 那边呢是一个废弃的 废弃的一个工厂的一个地址 是不是有点像北京的七九八呀 吴泰达那现在两岁啊 非常难搞 你像这个让他坐进这个小车里边就不太容易 我爸废了半天这样 怕是半满搞的吧 不要不要不要 我妈问我这个公园叫什么名字 我说叫做Gas Works Park 所以我妈还是搞不懂 要我翻成中文 Gas就是空气气体 Works就是工作工程 Park就是公园 气体工作公园 搞得清楚了 跟没讲一样 哈哈哈 终于 懂了 上完厕所 哈喽 哈喽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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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我们要去西雅图的太空针 那也会在去的路上找一点吃的 去第二个目的地 老爸老妈我们过完这个桥就到西雅图市中心了 刚才我问一下我爸我妈 我说第一站刚才那个公园感觉怎么样 我爸说还可以 我妈说跟国内的公园比 国内也有很多公园 但是没有这么宽敞 我爸说这个公园主要是有泉就有味道了 他的意思说这个公园有船就有饭了 湖南话说有味道 并不是有气味对吧 湖南话说什么都有味道就好事 阿刘你很有味道哦 我真的想要热巧克力 这个要登这个太空针还有点飞劲 刚才我在吃中饭的时候看到我现在是下午一点 但是他只让我购买最早下午三点的灯塔的票 我决定走过去看一下 看一下是不是可以到塔下直接买当时的票就能进去 这两边都是自住和在售票亭买票的人 刚才找了一个那边的工作人员问了一下 我说如果现在一点我买票我大概几点能登塔 他说无论如何你都要等到三点才能登塔 所以与其是这样的话我就不如说直接买一个四五点的灯塔的票 然后先去下一站的派克市场先看一下 开完之后再回来登这个塔会更节省时间一点 否则你在这一点买三点的票两个小时 你不知道干嘛去 Hey Siri, what is the sunset time in Seattle today? 我在这边闻到大麻的味道了 跟加拿大的味道一样一样 哇,这警车不得了了 行了,这后边就派克市场 我跟Elly是第二次来 我爸我妈是第一次来 美国嘛,多元文化什么人都有 走!半个小时就派一个吧 我都到着了,你们先排着吧 Sline come to you here What are you doing? I just can't wait 排队的那种站在那一把高 哦,还有拍一个专门的照片是吗? 对啊,在排队等星巴克 它的意义是什么呢? 就是装一下 哈哈哈哈 后边是全世界星巴克的第一家店 也就是在西雅图的派克市场的这条 非常老非常破的街上边 第一家店 Elly想,上次我们来没有排进去 就没有排 那这一次Elly希望排进去之后 买一点小小的纪念品 Sense that I've been living I've been living a chicken a while See I belong to that Crab Society All right All right We'll be t Well, we'll have a drink - 走啦,刘! - 里边怎么样? - 不错! - 哟,Yuna,你也有饮料啊! 我妈妈好奇怪的 问刘宁为什么要买一杯咖啡 才将近一个小时 刘宁,你跟我妈妈解释一下 因为这一家星巴克是在美国开的第一家星巴克 所以它里头有好多 就是只有在这一家店 才可以买到的限量的咖啡杯 所以我买了两个 我妈的表情还是不明白 - 走啦! - 走啦! 好了,现在我们要准备坐电梯登塔了 这个塔是 1961 年在美国盖成的 当年是非常的挺有名的一个事儿 看不懂事博会都得报道的这种级别 这个梯子有点像咱们小区装修的那个破梯的感觉 我们这个 2017 年底来的时间实际不是很好 因为这个 Space Needle 正好赶上它装修呢 重新装修呢 然后现在我们是走到 Space Needle 顶部的 这个环形的顶部 可以看到外边的景色 隔着这一圈全都是人 拍照的或者是摄影的 那边 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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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主要 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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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摸鼻子 舞台长在认真摸鼻子 老妈 应该来西雅图看美国了 感觉怎么样 打开了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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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是主角的だけ Diamacu 看美国了 拍照的拍照 四国出电话 是电话 这个有味道没有啦? 有味道没有啦? 有味啊 这个胎口针有味道没有啦? 胎口针有味道没有啦? 有味道 这个胎口针有味道没有啦? 有 你在参观的过程当中 他会给你免费的拍一些照片 然后每拍一张照片就给你一张卡片 上面都有一个二维码 然后在前面这个机器用二维码扫描一下 应该就E-mail 这个数码的版本到你邮箱了 待会我试一下 这张照片就直接发到邮箱里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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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程当中 在前面再发到邮箱里边的看法 马上的照片就直接发到邮箱里边了 在你身边的感觉 那里面的照片就发到邮箱里边了 这里是西雅图吃饭非常有名的一个地方 叫做Crab Pot 那现在有两家店 我们来到这家店是可以预订的 所以其实我们来到这都已经被订满了 但我们运气不错 这个VTress帮我们又找了一个可以坐下来的位置 所以如果不是这个运气不错的话 今天晚上来了还吃不着了 那么这一顿大概300美金 你感觉如何 三顿皮箱 咱过来买一买两几块钱还行 没有什么整种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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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今天就结束了西雅图之行第一天的内容 还比较顺利 最后一顿饭爸妈吃得比较开心 今天的内容就这样了 感谢您收看我这一期的Vlog 明天还有一些不错的地点和景色 跟大家分享 关注下一条旅行的Vlog Bye by bwd6